工程师总教练林冠伦 带领队长李嘉锐和队员朱云豪 林明毅组成了金融帮 返回金融母校和学弟妹进行互动 抽邀请学弟妹一起投篮互动 队员和学弟妹进行职业分享 用自身的经验鼓励学弟妹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们青龙就有工程师 能够回到我们基隆篮球发源地的学校 然后正名国中来做一个回馈之旅 那其实在这一趟活动里面 我们也希望可以提醒所有的学生 然后跟所有的人就是勿忘初衷 因为能够把自己将来所得到的东西 然后回馈给最基层的学校 然后帮助我们国家的这些学生幼苗 然后能够有更好的运动环境 活动在正名国中举行 过去承受林冠伦总教练 职交的安乐高中 女兰也一起加入 林冠伦总教练在职教工程师前 是担任正兵 吉安乐高中 女兰的总教练 在转站直安之后 也是首度公开返回母校 直安球队造访基隆 受到全校师生热情欢迎 学生排队领取签名海报 校方也致政感谢壮 这次的活动当中 我们了解到 让同学了解到 在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 能够饮水湿源 回馈互相基隆 第二 在活动当中 也让同学了解到 职业篮球 是一个高压力的行业 那我们结合了辅导活动的 职业达人的课程 让同学认识一个 新兴的行业 第三 在这个活动当中 结合了捐发票 做公益的活动 也让同学知道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公益 除了造访正兵国中之外 工程师球员和教练团 也特别到基隆商工 工程师球团 分别捐赠三校15颗 学生联赛指定用的球 和购物金3万元 期盼生用职业球团的影响力 回馈互相基隆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